7月27日,胡海权在微博上晒出一组父亲近40年的极油藏品并发文。 祝贺老伴举办自己的极油个人收藏展,累计近40年的极油藏品,真正的价值在于对时间的诚恳和对于变迁的敬畏。 在胡海权晒出的照片中,全是胡海权从世界各地给老父亲寄回的明信片了。 而老父亲会将每张邮票的出处详细地记录,连同胡海权当时行程也会被揭露下来。 每一张明信片都印刻着胡海权父子之间深深的爱,父子间的爱有时是说不出口的,但是他却如此厚重。 网友看到后也纷纷留言,哇,太有意义了,看到了满满的孝心,看着特别温暖,父子情深,真好。 早前胡海权在社交媒体公布了自己拿下主持人上岗资格证书的好消息,并留言,历经两个月的复习考试,今天成绩公布了,终于,考爸胡化显过关,终于可以持证上岗去玩票啦。 不枉这几个工作途中的肯独和四季硬背的时光啊,从胡海权晒出的成绩单看,他的比试成绩192分,口试成绩A级,可以说非常厉害了,完全不输娱乐圈的专业主持人。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